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166章 死战 对于所有城墙上将国士兵而言 这一战关系他们生死 而对整个将国而言 这一战关乎存亡 这一战若输亡国 城墙上看着那些冲来的楚国士兵 将九右手握着一柄长墙 面无表情 很快 楚国工程士兵已知城下 将九朝前踏出一步 左手朝前一挥 怒吓道 放箭 声音落下 城墙上无数利剑宛如暴雨一般 清醒而下 顷刻间城墙下 惨叫声响起一片 不过就在此时 城墙之上也传出许多惨叫之声 将九忽然转头 此刻城墙上各处 不知何时出现一些鬼魅般的黑影声 他们出现得很快 消失得也快 而每一次出现 城墙上都有将国士兵倒下 暗戒倒兵 突然出现了杀手 让他城墙上顿时出现一阵恍乱 见到这一幕 将九怒吓 墨皇 死士出动 万万不可 将九身旁一名将领 连忙说 殿下 死士负责你的安全 他们万万不可 离开殿下你 将九转头 看向将领 眉毛生怒 我的命是命 士兵的命就不是命吗 所有死士立即出动 立刻 沉寂一顺 无数手持短笔的黑衣人 突然出现在城墙之上 很快 这些黑衣人朝城墙四周掠去 将国死士 这是将国精心培育的一批死士 专门负责保护皇室的 虽然实力不如暗戒杀手 但是也不弱 以多打扫 还是能够牵制一下 暗戒的杀手 就在这时 将九突然转身 走到墙边 他俯视下风 不远处 一名男子手持长枪 朝城门处奔来 青州五宝第一 李牧林 李牧林速度极快 他左右闪避 非常轻易地 就躲过城墙上 那些箭支 见到李牧林目标是城门 将九脸色大变 城墙若破 江国士兵就没有城墙作为仪仗 根本就难以抵挡住 楚国大军 就在此时 下方李牧林突然停下 他右手一抖 长枪朝前就是一刺 墙尖上是一柄飞刀 飞刀剧烈旋转 死死顶着长枪 火花似箭 李牧林右手 朝前一旋 手中长枪剧烈一颤 刀背震飞 李牧林抬头看向城墙之上 城墙上一名男子也在看着他 墨云起 墨云起站在城墙上 他俯视着下方的李牧林 面无表情 他右手掌心中贴着一柄飞刀 刀只有三寸 刀尖散发着刺人寒芒 城墙下 李牧林收回目光 继续前进 不过他刚踏出一步 一柄飞刀突然自城墙上飞出 急如电 下一刻李牧林面前出现一道寒芒 李牧林反应极快 在飞刀飞出的那一刻 他手中长枪就一惊死出了 砰的一声 一柄飞刀被震飞 一击飞飞刀之后 李牧林突然纵身一跃 这一跃直接来到城门之前 无数楚国士兵纷纷朝两边分开 李牧林速度加快 他身上突然凝聚一股尸 枪尸 这一刻 他将自己的尸提升到了极致 这一枪必破城门 见到这一幕 城墙上的墨云起 嘴角翻起一抹猙獰 没有丝毫质疑 他纵身一跃 手持一个大铁棍 自城墙之上猛砸而下 李牧林并没有管墨云起 因为他觉得自己速度更快 可以在墨云起落下来之前 就破城 然而 他低估了墨云起的速度 在跳下城墙那一刻 墨云起速度陡然暴增 感觉到墨云起速度暴增 李牧林脸色大变 他手中原本要刺向城门那一枪 直接改变轨迹 朝上一挡 砰的一声 随着一道沉重重击症响起 李牧林也在实掌之外 他刚一停下来 突然一柄飞刀 毫无征兆地来到他的面前 太快了 李牧林眼瞳微微一缩 身形一闪 飞刀贴着他的鼻子 就传缩而过 下一刻 他猛地转身一枪刺出 枪出如龙 一点寒芒线 这一枪 直接刺在将他砸来的 那根铁棍之上 铁棍剧烈一颤 莫云起连连暴退十几仗之远 莫云起刚停下来 脚架大地就直接崩裂了 与此同时 他右手虎口已经裂开 鲜血之一 顺着铁棍缓缓缓地流下 李牧林看了一眼远处的莫云起 他脚尖轻轻一点 整个人突然暴身而出 下一刻 场中有尖锐撕裂声响撤 李牧林停下 他手中长枪刺空了 他抬头看向远处 莫云起已经不知何时 退至城门前 好快的速度啊 李牧林眼中有着一丝凝重 因为莫云起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超出他的预料 莫云起没有出手 他看了一眼四周 四周已经架上云梯 无数士兵如同封了一般朝城墙上冲着 而有的人根本不需要云梯 这些人是达到凌空境的 他们可以借助城墙墙面 飞上城墙之上 城墙上已经有厮杀声响起 现在若是连城门都被破 那么开阳城就真的完了 因为一旦让楚国十万铁骑冲入城中 城中的士兵根本挡不住 这些冲锋起来的骑兵 城不能破 莫云起右手紧紧握着手中铁棍 他刚一用力 伤口再次裂开 鲜血流得更多了 莫云起死死盯着远处的李牧林 看来老子也得做一次英雄了 这时李牧林突然消失在原地 莫云起神色猙獰起来 他能逃走 但是这一次他不能逃 因为身后就是城门 莫云起身体突然腾空 空中他身体如同陀螺一般旋转起来 刹那间无数棍影闪现出来 这时李牧林夹降而至 长枪直指莫云起 一枪出有雷霆万钧之事 空中莫云起突然怒吼 横天棍法 空中声音落下 一棍砸下 长棍之后是无数道重叠的棍影 一棍横天 这是纪老头传授给他的棍法 枪棍刚一解除 砰的一声 一道刺耳中击声 骤然响撤 莫云起整个人直接飞出 最后重重砸在不远处城门之上 城门剧烈一颤 他砸落在地 地面瞬间崩离 而李牧林则也是连连暴退 这一退足足退了三十多成 他面前是一条长达三十来帐的宫鹤 是他退出时 用双脚硬生生搓出来的 莫云起缓缓爬起来 他摸了摸嘴角的鲜血 然后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李牧林 后者此刻也在看着他 莫云起咧嘴一笑 他妈的来呀 李牧林双眼微眯 正要再次出手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人影突然刺他身后奔来 李牧林转眼看去 奔来的是一名男子 男子二十来岁 身着一袭紧身素衣 他长长头发缠着自己脖子上 一眼中冰冷如冰 而在他的右手中 一柄大砍刀 刀身宽大 刀刃极薄 刀背上有着五个黑色铁环在系着 而刀柄处有着一道道纹路 这些纹路之中散发着一道道淡红色的光色 萦绕着男子的右手 男子就这么提着大刀朝城门处冲来 他锁过之处 大刀触碰大地直接寸寸往里 一股滔天之势扑灭而来 周围那些士兵纷纷退开 不敢靠近 好强啊 见到此人 李牧林眼瞳微缩 眼中充满凝重之色 中吐神中来的 城门前 莫云起死死盯着 那朝他冲来的男子 其实内心之中 他是想逃的 因为刚才和李牧林影拼 他已经受了重伤了 现在看到大刀男子的事 他很清楚自己挡不住 硬当很可能会死 莫云起突然怒吼 逃个奇谋啊 老子是苍蓝悬院的 老子是叶通匪兄弟 老子不能丢人 来战儿 声音落下 他又叫猛的一朵敌面 双手握着黑棍 硬是朝男子冲了过去 莫云起体内 玄气疯狂地涌动着 无数玄气宛如潮水一般 涌入他手中黑棍之中 而这一刻 他身上也凝聚了一股棍石 不过这股棍石和长刀男子的事 却差了很多很多 但是莫云起的眼中 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速度越来越快 就这样 在无数人目光之中 两人是越来越近 五丈 三丈 两丈 一丈 大刀男子一刀砍下 莫云起双手持棍 一棍砸出 沉寂一瞬 长棍瞬间崩碎 大刀笔直朝莫云起脑袋落下 莫云起眼瞳一缩 身形朝后一闪 以毫里之差 躲过这致命的一刀 刀直接没入地面 但是下一刻 长刀男子突然松开大刀 朝前一冲 直接一膝盖 顶在莫云起的腹部 莫云起双眼圆睁 整个人直接攻着身子 朝后刨飞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出几十丈之远 最后重重地砸在远处 开阳城城门之上 砰的一声 城门剧烈一颤 紧接着 莫云起砸落在地 无数尘土重启 不远处大刀男子 右手张开 他身后的大刀突然飞起 然后出现在他的手中 男子提着大刀 朝着城墙处的莫云起走去 莫云起爬了起来 他嘴角鲜血 不断移出 体内更是撕裂一般的疼 莫云起死死盯着 远处走来的大刀男子 他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妈的 叶童匪 你不会 可要等我死了再来吧 说着 他看了一眼四周 没有发现叶玄的身影 而远处男子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莫云起嘴角为仇 叶童匪 叶哥 大哥 我亲哥 救命 我真的不想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